那政府開放平台裡面 你找那個資料集 資料集全部的地方 那你可以捲動到最下面 其實我這邊很多類別 然後最底下的話就是我上次有講過了 其實最多就是CSV在無庸置疑 主要我覺得也是因為他簡單吧 而且跟Excel相容性很好吧 OK所以也沒有 而且結構也蠻簡單的 你會發現真的還蠻簡單的 只是說他沒有辦法表 表現像那個Jason他就是一個物件 所以Jason的好處就是說 他可以把一些相關的訊息 在那個檔案裡面敘述 比如他的結構啦 除了說資料之外還有別的敘述 可是CSV就沒辦法 CSV就是只能單單是 有點像一個表格啦 簡單的東西 那XML的話呢 其實他的用途又跟那個Jason不太一樣 所以你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在雲章白板裡面的第三個 這個賄賂XML的相關敘述 那其中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一樣 我們就是找相關的 這個範例來做說明 那其中當然有一些 定義啦 這個除了在我這邊可以看到之外 其實維基百科上面也有啦 那其比較重要的部分呢 他這個X 其實是延伸的意思 這邊有一個維基百科 你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也就是說那X的話是 Assemble Assemble就是 從那個什麼 其實 從那個HTML語言延伸出來的一個標籤語言 那也就是以前那個HTML的 標籤名稱都固定 但是 XML是可以定義的啦 那他的優點啊 缺點喔 這邊我想自己稍微看一下啦 他的優點的話呢 就是完全支援分層數據結構 也就是你可以分很多層啦 然後另外的話呢 幾乎 適用所有的API 也就是說呢 網路資料交換的話 其實也 除了用Json之外 也有可能用到XML 當然啦 尤其是較舊的 所以你會發現以前舊的 好像的API好像都用XML 新的好像慢慢都會改成Json 那不一定啦 這個我想是 我看到的狀況 那缺點的話其實 也蠻多的啦 因為他的結構 還蠻 重複的東西還蠻多的 所以檔案 幾乎是CSV的三倍 同樣的東西 他膨脹三倍 那不太合理啦 可是也沒辦法 因為他表現結構 那 那 與法的話 甚至比Json更複雜 然後呢 不像Json這麼簡單 還有呢 他的那個 儲存 應該這個重要性 應該是安全性啦 安全性好像有一些疑慮 就是很容易被破解 裡面的資料 好 那我們舉個例子啊 一樣啊 我們用那個 大家熟悉的 偏側定文 那你們之後可以自己改一下 改成那個什麼 其他的XML 這邊其實非常多喔 目前的數量上來看喔 大概他就佔第三名 那裡面的話大概一萬多種 你們自己在找相關的 其中的話呢 當然 我們還是找大家比較熟悉的東西來看 那這個範例的話 上個 好像上次有特別提到 你們可以找XML 其實抓到跟Json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說他換一個形式展現 那我們點擊之後 點他的之後 他會去下載 我記得我已經下載過了 在這邊 有一個這個檔案 那當然如果你要開的話 在那個 我把它顯示出來好了 在 下載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檔 他叫AQX 底線P 底線02這個 那當然呢 網路上我也找了一下 他其實有 一個類似叫 JsonEdit 不過 我覺得 XML的結構好像沒有Json那麼複雜 所以我自己習慣的方法 我就不太用 那個所謂的 XMLEdit 雖然說網路上有啦 你們查一下 有一個 叫做 除了JsonEdit之外 他其實有一個叫做 XMLEdit 也是一樣啦 但是 我覺得好像沒有 比較 好用啦 我不知道你們可以 玩玩看 那裡面的話當然呢 我之前跟各位講 就是我自己開的方式 直接就丟到瀏覽器上面 有沒有 比如說放在最後面 放開就可以了 他就會把這個結構給展開來 其實就是一棵樹啦 他的結構展開 這個是他的 等於是他的最下層 叫這個名稱 然後展開來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他裡面就是一個一個的data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抓到這個data 裡面呢就會有第一筆資料 第一個data 第二個data 那裡面的話呢 就有頭跟尾 所以你會發現他的結構 一定是一對的 這邊一個 那後面一定會有一個 那 後面的那一個呢 一定會多一個 這個斜線 有沒有 在小於符號的尾巴 表示會有頭 一定會有尾 那這樣就很麻煩了 為什麼因為你會發現 同樣的資料 一定會 這邊一個 這邊又一個 然後呢 裡面的話 這邊一個 這邊又一個 對不對 那為什麼那時候不是乾脆 就不要重複了 這個不要嘛 你就是給我一個斜線就好了 那就重複了 你看他在重複 反正你有個頭尾巴碰到不就好了 我不知道他那個定義結果 為什麼他多一個這個標籤 可能 因為 以前那個HTML 就這樣定義啦 HTML網頁標籤 一定也是一個 頭一個尾 所以他因為他是 Extend 所以他是 程序人家的 所以他應該也不好意思 去更改 變更他的 規則啦 不然的話 我是覺得 這樣的話應該是 減少很多的 這個 檔案的 流量了 至少可以不用那麼多東西了 OK 好了 我們大概知道說 原來他這個檔案是長這樣子 那如果說我今天有個需求 剛好啦 在這邊有 有一個 PN2.5的 XML 那我希望把這個資料 把它抓到以Sale裡面的話 有這個需求的話 那怎麼做 當然 有幾個方法 我看一下這邊資料有沒有 從外部有沒有 XML 這邊有XML 其實你也可以用這個啦 只是有沒有比較好用我不知道 但是後來我發現 我在雲端上面有相關的敘述 其實這邊有補充 他 這個是新版的 我不確定說我們是不是也是最新版 他跟那個 傑森一樣 有沒有 這個是2019年的版本 一樣有個重檔案 XML 然後呢 他會有一個叫 Querie Querie Table的一個 畫面 會載入 這個Data 的裡面所有的資料 那你只要 轉換之後的話 再按這個按鈕 他就可以幫我把資料呢 通通都讀到以Sale 所以蠻方便的 也就不用寫任何 但問題 如果你 假設 將來希望 不用手動每次都來過一遍的話 那其實是可以把它錄自聚齊啦 不過錄下來的程式 我這邊有貼上來 那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當然你可以看到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的程式真的好複雜 而且要修改不方便 所以 我其實基本上不太推薦 這個方法 但是 放在這邊給各位參考 比較一下 那比較推薦的就是說 用另外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比如說我要讀取檔案的話 其實在那個 Microsoft裡面其實有一個 叫做 XML 後面叫DOM DOM 其實就是 應該是Document的一個 縮寫啦 也就是說呢 可以把 XML當成一個 文件 來做 存取 所以 這個 這個物件 裡面的話 有一個叫點落的方法 那點落的話呢 它可以支援什麼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檔案的話 它就可以直接讀進來了 非常簡單 所以呢 我們試著把這個讀取檔案 這個 先把它 這一段 我直接用這一段 因為這一段其實 是可以直接拿來當範本的 然後 然後 我這邊再開另外再開個新的文件 新增 國業部 OK 我把 前一個檔案先把它存起來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想要去讀取 那個 XML的話 那我分兩個階段來看 一個階段的話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假如說已經下載這個檔案的話 那這個檔案現在是在我的 電腦裡面的話 那我是直接可以怎麼樣 把它 做 直接讀取 另外有一種是 那如果我現在檔案並不是在我電腦裡 而是在網路上的話 那會有 第二種方法 那首先的話呢 當然 第一個 我把這一段程式 先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我的 一樣這個VideoBasic裡面 那一樣就是說如果 我們要產生一個新的 Sub的話 一樣先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把程式先貼上 OK 第一個 所以我利用這個物件 幫我漏這個檔 那路徑的話可能要改一下 檔名應該是一樣的 那路徑的話我看一下 應該是在這裡 這個路徑所以你點一下上面這邊 不對他這邊不會顯示 所以我把它 再往裡面一層 從這邊 點下去 為什麼還有一個方法 因為我其實只是想要得到什麼 得到這個路徑 C帖號 斜線然後Windows User這一段 也就是說這個是我的 剛剛下載的資料路徑 然後把它貼上 所以你們 第一個 當然要先知道一下 你那個 檔案到底下載在哪裡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先 下載那個檔案 那也許 一般他會放在那個 我們的 下載的那個 資料夾 那理論上 當然如果你要取得那個路徑 我是建議你用複製貼的 好 第一個 那底下的這個檔名副檔名稍微確定一下 是不是這一個 如果是的話 你就把那個 OK 這應該看起來沒問題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 再 做一個 讀取的動作 首先的話有兩個比較重要的地方 第一個的話 就是你要先知道這個的結構 那結構我剛剛有用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直接 把那個檔案拖拉過來 那你會發現 他這邊就有一個 樹狀結構 那第一個的話有點像是 你要先跟他講說 你 一個結構的最外層是什麼 所以最外層是這個名稱 所以你可能要先把這個名稱 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 貼到 跟他講一下 我的結構 就是 最外層 所以這裡的話可能要兩個斜線 表示說 從這個 XML的 裡面的這一層 往下追 往下找的話 第一層是這一個 OK 那還有呢 底下還沒層呢 如果有的話 那你可能還要再展開來 那當然我們資料是在 Data的這一層 對不對 所以你還要跟他講說 我底下其實還有一層 叫Data